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古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海黄道 我的状况乃是海之森林最大的秘密 还请二位替我严守 否则一旦传出 我怕四海会掀起风浪 李云霄心中微动 海黄在整个四海中的地位有如神灵 难道也会有不轨之心 他想到之前广法和广元都敢明目张胆地反目 看来这四海之中也不平静啊 放心 既然海黄大人开口了 我二人自当严守 只是我有一事不大明白 大戒神诀和大眼神诀 完全不同的两篇神诀 为何会是最接近磨合古今的存在 海黄笑道 有个故事叫做盲人摸象 四个盲人分别摸到了象鼻 象耳 象腿 象尾 虽然形态完全不一 但的确是大象的一部分 也最接近真实的大象 至于其他神诀 更是连大象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李云霄恍然道 我明白了 若是将四篇神诀凑齐 可否恢复完整的磨合古今 海黄笑道 你觉得把象鼻 象耳 象腿 象尾 合在一起 就是完整的大象了吗 李云霄苦笑道 看来我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 海黄脸上神色变得肃然起来 那磨合古今是何等逆天之物 能够直接引动戒力将其回去 绝非我等能够窥视一二的 你能够拥有大戒大眼两篇神诀 就已经是莫大的造化了 李云霄道 海黄大人可知 另外两篇神诀在何处 海黄笑道 还有两篇分别为太阳真经和太初真经 太阳真经一直都在我波家手里 至于太初真经 我心中有所思量 却不敢确定 我虽不寄予你手中的两篇真诀 但希望能够借你之力 将这三千字补齐 李云霄惊道 莫非外面柱子上刻的二千六百四十残字 海黄殿都存有真字 若此事为真 那这财富简直就是惊天了 据袁高涵透露出来的讯息 圣域和华神海掌握的古字之数 也不过寥寥数百 海黄卿笑道 我也不忌讳什么 海黄殿的确存有真字 只不过我也不能尽数掌握 李云霄心中大振 颤声说道 若是 若是将这些古字之力尽数掌握 将会是何等存在 他终于问出了内心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这片天空下 还有可能踏入十方神境吗 海黄波龙的脸色也变得有些凝重 达非所问道 你可知道九星巅峰之后是何境界 李云霄不假思索了道 五到终点之前 那就是超凡入圣 海黄点头道 对了一半 九星巅峰之后 的确是超凡入圣 但那并非五到终点之前 而是在之后 什么 五到终点之后 李云霄大为震撼 经到五到终点之后 不是直接踏入神道吗 海黄沉声说道 在许久之前 的确是这样 五到终点之后 便是十方神境 直接进入神道 但是这片天空下 已经太久没有出现神境强者了 当一人的修为冲上了九星巅峰后 依然在不断的前进突破 这个时候 就已经超出了五到范畴 却无法修炼成神 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境界 便是超凡入圣 他抬起眼帘 望了李云霄一眼 说道 你前世最强之使 应该也踏入了超凡入圣吧 难道你没有发现 那种超越一切的力量 跟普通五到之力 有着极大的差别吗 李云霄从震惊之中 回过神来 苦笑道 的确是有差别 但我一直以为 那是突破到神境之前的原力变化 也就是一个 量变产生质变的积累过程 海皇道 你有这种想法 也不足为奇 在这片天空下 成神的机会还是有的 只不过极为苛刻罢了 例如说 如果可以将摩合古今还原 并且融会贯通 那么无论天地如何变化 都无法挡你成神 李云霄默然 知道这密心之事 海皇是绝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毕竟关系到数万年来 无数强者的终极梦想 至于还原那磨合古今之事 根本就是绝无可能了 他说道 若是我将殿外注中之字补全 海皇大人 可否将知道的成神之徒告知于我 海皇笑道 你补不全的 缺失的三百六十字 分布在四篇神诀之内 你只能补出一百八十字 作为报酬 我可以让你在这注中 任选五百字参悟 李云霄心中大动 五百字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若是自己能够完全领会贯通 那好处不可估量 海皇倾笑道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 可以慢慢的去考虑 他的目光渐渐亮了起来 变得有些炙热 云霄公子此刻 可否将那十阶神火 展现给我一关 他那原本平静的面容 第一次产生如此大的变化 证明难以掩饰 他内心的极度欣喜和激动 李云霄一点头 当下再无任何保留 单手掐绝 眉心处浮现出一道凤凰印记 随后一声来自远古的鸠鸣声响起 一簇拇指大小的火焰 在他的眉心闪烁跳动 凤凰真言 海皇惊叫了一声 脸上一片大喜 但随后仔细盯着那火焰 渐渐地又皱起了眉头来 李云霄道 怎么 这火焰还不够 海皇道 这的确是真的凤凤凰真言 但这朵真言 却是带了伤的 啊 带了伤 李云霄心中一动 他得到这朵凤凰真言的时候 直接接收了其内信息 那只神火凤凰的确 是在和黑燕凶魂煞战斗的时候受了重伤 他不由的骇然起来 海皇竟然连这个也能看得出来 海皇点头道 真是 而且这朵真言 有些奇怪 似乎被外来之火改造过 他脸上一片怀疑之色 奇怪啊 这世上 还有什么火焰 是能够让凤凰真言 产生变化的 李云霄不由的心服口服 说道 真实之眼 果然是世间最强的神言 这朵凤凰真言 吸收了少许的冰煞心宴 海皇脸色大变 露出骇然之色 恍然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 怪不得了 他独自念叨了一阵 才说道 有些可惜了 若是能够再多融合一些的话 也许这神火 就能自行修复完整 李云霄眸光一动 眉心处的神火 渐渐熄灭了起来 说道 难道 此火还点不燃那七星灯 海皇道 除非你能长留海皇殿 一直照看神火 李云霄脸色沉了下来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条件 海皇笑道 也罢 作为你帮我的酬劳 我便将你这十阶神火修缮 你看如何 李云霄道 若是能修缮 自然再好不过了 虽然不知道 修缮和现在有何区别 但想来 定然会厉害许多 海皇道 太阳真金 一直是海皇殿秘传的真法 为了修炼此神诀事半功倍 当初先祖 曾得到一件奇异之物 名为天地熔炉 里面有大量的火系真元 可以滋养神火 我大弟子古红 正巧从里面出关 你来的正是时候 李云霄道 那修缮神火 要多长时间 海皇道 这就要看你对神火的掌控之力了 从未有过这般先例 我也不知道 随我来吧 海皇的身影 渐渐变淡起来 像是水中月一样 化作一道光芒 朝着殿外飞射而去 李云霄和叶凡 这才知道 原来一直在自己眼前的这个海皇 只是一道投影而已 他的真身怕还守护在七星灯前 两个人瞬间跟上 随着那道光芒在整个巨岛上穿梭 岛上一片鸟语花香 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些舞者气息 三道红光穿过 也不惊不慌 一片田径安然 很快便到达了岛屿的一角 面临无尽深海 海皇的投影光芒显化出来 走到深海面前 凝望而下 李云霄和叶凡也随之看了下去 只见眼前的一片海域 竟然呈现出赤红色 滚滚热浪扑面而来 叶凡惊道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火海 那赤红色的波涛 不断地拍打海岸 每一下都涌起极高的温度 像是在太阳下暴晒一般 海皇说道 天地熔炉便在这下面 被先祖用万载寒冰震住了 李云霄生疑道 这熔炉内只能容纳一人吗 海皇道 当然不是 你是指我大弟子古红 他脸上露出怪异的神色来 阴声说道 最好是不要遇见他 等修缮了神火 点燃七星灯后 你便离开吧 李云霄不解道 那是为什么 海皇说道 因为古红对水仙情根深重 由来已久 而水仙现在却钟情于你 若是古红知道的话 必然杀你 李云霄 吃笑了一声 自然不会将这种事放在心上 但他还是觉得奇怪 若是约束的话 难道你还管不了你的徒弟 海皇叹息了一声 身为海皇 统领四海 也有诸多身不由己的苦衷 在四海之内 除了王族外 还有不少同为B级的强大存在 但世人所不知的是 除了这些 还存在一些上古遗留下来的种族 由于长期独居深海 所以受天地变化的影响极小 这些种族的实力 甚至超越了B级海族 即便是比我波家 也不成多让啊 李云霄一惊 这天下之大 看来的确不可禁数 莫非那古红 便是来自这种超越B级海族的存在 感谢观看